下面我们接着讲第二首酷辣小作品曲 也就是作品二十的第二号 仍然跟前面一样 我们看一看这个小作品曲的谱子上 给我们什么提示 要看一看它的音乐术语是什么 Alegro仍然是快板 但是它的拍子不一样了 四三拍就是一二三 一二三 同时它有一个声号 一个声号是什么调呢 是G大调 这时候小朋友都要记住了 这几个特点 那么这个小作品曲吧 我觉得场面比较大 也许因为它是一个 写了很多歌剧的作曲家 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觉到有很多像歌剧的大场面 或者有乐队的效果 就像这个主题开始进来 我都觉得这个有点像影子 号角声 先把那个 完了最后把墓徐徐拉开了 最后好像王子或者主人公 或者什么公爵之类的出现了 而且呢也挺排场的 就是这么一个气势 我觉得弹这个东西跟前面的那种很美 很柔很平稳 很平稳 舒展不太一样 同时因为太阳有一个三拍子的感觉 这个是总的 我给同学们的一个启示 那么下面我仍然是这样 用稍微慢一点的速度来解释这个作品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写了piano 这个亲并不是虚 而是一种好像由远到近的一种 那个号角声 或者乐队里面的小号 这个 朱健江 强 坚轻 这才进到真正的主题 这时候好像这个主人公出现了 前面呢我要讲 回过来讲 因为要不然往后有点拖乱了 这个和声效果听出来吗 气势很大 哦 木拉开了 弹这个的时候 我们手呢和大臂的力量 要稍微松下去 但是手跟键盘呢很近 千万不要 是 伸 完了 切分的 这里一定不要乱拍子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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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这个曲子的这个主题的性质嘛 让人感觉好像挺有身份 挺派头的 而不是摇摇晃晃的 因为他的左手的伴奏啊 就告诉我们要这样弹 满满的 前面不要 很连 他上面写了连 右手呢 句子的感觉也是要走向 这个送下来了 就是前面我讲到奖项 走 号角声又出来了 或者叫做他的那个吹出号的声音啊 变成三点音 很舒展 这么派头 这里变成 七 这里啊 就是他有个SF 就是吐墙 但是这个吐墙的感觉并不是很尖锐 而是热烈一些 就是 这里的节奏一定要搞清楚 这是三点音 后面是二点音 我再弹一遍 大家感觉到了吧 出现了一个跟前面气势不一样的情绪了 这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附体 好像这个女主人公出来了 这个弹得呢 很典雅 他的伴奏就是很典 像这种伴奏大家都看到了吧 要用手指跟键盘很准 不要跟 右手的感觉呢 甚至都有点像小步舞曲 不要强前面 看到了吗 前面有的是连 这里呢是跳 跳的音呢 指尖 就是第一关节的感觉是主要的 又连 这又是下坡了 一层一层的下台阶 为了什么 为了要过渡到它的发展步 大家看怎么走过来 过来了 对不对 又回到它的主题了 这个主题就是它的发展步了 发展步咱们看看 我们走一点看看 它就是在和声上有一些变化 但是让我们能够回忆起它的主题 出现了什么呢 本来是这个 现在变成有一个降息 好像有一点气势 有一点紧张了 感觉上有一点严重了 变了 缓和起来了 通过和声的变化 看下我这么弹 是不是能感觉 那么冲动 是跟前面那个性质是一样的了 那么后面的发展步 基本上是跟前面一样 我们就不啰嗦了 那么它有一个很好的尾声 尾声呢是让我们 也是过度 过过去到哪儿呢 比较雄伟的结束了 我把它这个弹一弹 在150亿小节 咱们看一看 最后结束就是一拍 不能够 就是这些东西的提示啊 对同学们都非常重要 就是谱子上的告诉我们 一拍就是一拍 有跳音就是跳音 半拍就是半拍 它的分剧是 都要严格地做到 基本上大家能够感觉到 这个音乐的气势了吧 下面呢 是第二乐章 第二乐章也是一个慢版 我们前面不是讲了吗 它的三个乐章 总是一个快慢快 这个慢乐章呢就比较长 篇幅比较大 一般小朋友或者年龄 学得少一点 很难谈好 那么我们就努力把它解释清楚 它上面写的标题是什么呢 是一个慢版 缓版 而且呢 要很绵延 舒展地去弹它 就是说它的这个 很绵延 很舒展 那么我们的演奏的时候的气息 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气息 就要跟着它的需要 那么悠长 要不然就听起来是 你的呼吸是错的 这个是这个曲子的要求 再看看它是四二拍 一小节两拍 同时呢是三个降号 三个降号 是降一的 这三个咱们不能忽视 同时它上面还写了 要轻而且呢要很有表情 那么我感觉到 这个音乐啊 很像一个永叹调 永叹调就是唱得非常动情 非常深情的 甚至有一点像圣勇 像 这种气氛 所以呢我们要努力 在键盘上去唱它 在唱这种歌唱性比较强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两个手在一起的时候 右手是旋律 左手就不能够压过右手的旋律 而且左手的这种 要去连它的 听出来吗 要力量去转移 千万不要手指力量重心转过去 好 我们试试看 我们来演奏 就是一个原则 就是旋律总是要高出一层 或者就叫做旋律 它总是住在最高层 下面呢 总是第二层 第三层 这样 聚法聚弓 最宽 这里面也还是有很多东西 第二层 我们看就是叫做第五小节开始 宽广了 厚了 好像呢 唱的人 右手高音出了 清 而且这里面有段奏带连线 是这样弹的 马上是连的 这里的感觉 要非常仔细 那么我们 这是主要它的第一主题 到第二主题 或者叫做它的中段吧 从十七小节 我们从十五小节过过了 过度过去 变了 什么感觉呢 让我们感觉 它是一种请求 请求的语调 语调 你看 半奏也变了 对吧 在音切点 这是第一次请求 第二次 调性又变了 还是请求的语调 再音切 变了 这里的触见也变了 这边 这是一个过度句 它的过度句 都是半音阶 半音阶就让我们感觉到 它是很困难 或者是很难过的 这种歌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先分手去搞明白 到底这里面都是些什么音 画一点工夫 要不然这里很容易错音 完了以后呢 又回来了 大家感觉到了吧 它的那个双负点 这种语调 修指板上 这里一个重音的感觉 这个语调 音乐的情绪 就这样 最后的结束呢 这就很完满了 那么它的第三乐章呢 是非常活泼 是一个线内曲 就是很幽默的 很幽默的 它上面写的是这个意思 而且呢 是G大调 八六拍 这里的八六拍呢 感觉 也是第一弱拍 那么要弹出这种 很幽默 很灰泻 很活跃的 这种感觉 主要靠手指的这种触键 这触键呢 这个跳音不只是 还要有一点钩子 就第一关键 有一个 有一个这种触键的能力 除了这个触键以外 我们还要把句子 还是要弄明白 跟前面一样 总是要把它的句子的结构 就是把它的动机搞清楚 那么看出来呢 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句子的走向上和下 咱们先把它的主题搞明白 这里变成 看到了吗 前面活 后面呢 是活 但是它是用连的 这就是它的主题的动机 我们如果能够把它的 触键的变化 或者它的语气的一扬顿挫 找到了 那么这个曲子 并不在速度有多快 而是在于它的这种触键和它的一扬顿挫 情绪的变化抓住了 于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曲子的性质 就能够弹得很生动 咱们试试看 这里一拍 因为我们打两大拍 所以这里有七个音 不要紧 都一样的 那么从这个二十四小节 这里变成要过渡到 它的第二主题了 它的主题跑左手来了 变了 变了 对吗 这里变化 让人家感觉到 变了什么东西呢 这里要很有表情的 很幽默的 有一点挑逗性的感觉 对吧 有一点 逗 或者小姑娘有一点挑逗的 变得掉了 它的句子 清 完了 从这上去了 慢慢下来 到这儿下到一个坡了 完了从这里又要慢慢转回去 用半音间 回来了 后面都一样了 那么后面的有一个接触步 也是跟前面的过渡 慢慢再见了 然后再继续